我心裡有抓到你 一開始就緊張 到處心情轉換 號稱台灣首席型男團體的Spacial 除了發片代言 各個成員積極往戲劇圈發展 沉積亮眼 近期唱片公司宣布 Spacial將於今年暑假推出正式專輯 繼去年退伍的民節重回舞台後 今年初剛當完兵的子鴻也正式回歸 不過除了成員們全部到齊大團聚之外 華納音樂也證實早前的傳聞 Spacial將再加入趙志偉及熊子齊兩位勝利軍 華納音樂19號將舉辦 Spacial全新專輯的預購記者會 首播主打Boys on Fire MV也將於當日首播 不過最讓人驚訝的是 Spacial團員將暴增為12名湊齊一打 唱片公司15號在Spacial粉絲專業 放上了新專輯預告 片中成員人數默默增加了兩個人 完全未事先向粉絲說明 讓不少死中歌迷非常反彈 紛紛表示已經開始害怕出專輯了 因為每一次都會佳人 粉絲更痛批曾經承諾的十全十美 卻又自己打臉 什麼決定都要成員和粉絲默默接受 他們強調並非討厭新成員 而是唱片公司的做法令人作偶 成員們不但薪水不斷減少 加入新團員之後 團隊默契也得重新訓練 對舊的團員真的很不公平